一堆朋友都在那裡講說 哎呀 我醉菜啊 我什麼 太虛偽了 對 真正醉菜的是我 蛤 我是天菜 好的 謝謝我們醉菜的憲哥 第57屆電視金鐘獎 即將在10月21 22日舉行 三立電視為本屆入圍 最多自製節目的電視台 一舉入圍了16項大獎 其中入圍節目包含 總益大熱門 總益玩很大 新南大主廚 全明星運動會 我們回家把二大嘻哈時代 上山下海過一夜 報到神很大以及在台灣的故事 三立為此特別頒發獎狀 預祝大家得獎 而露露這次以綜藝大人們 和婚禮歌手 同時入圍綜藝節目主持人獎 從前一累積了八次入圍 記錄了他卻從未得過獎 讓謝哥都這樣說 露露是一輩子入圍 一輩子沒得獎 因為你們想的跟評審不一樣 對 他的那個維基百科上面是 還有這個記錄 我們都在懷疑我們節目 沒得獎是被他連累的 我這邊記得我們非常關心露露 他說露露啊 你會不會覺得自己今年紀 會比較大一點 有兩個 對 相同的如果也沒有得獎 也是比較沒有台階下 所以還是希望可以平整 看到我一下下就好 讓我上去走一下 另外一次婚禮歌手 對 所以萬一我婚禮歌手得獎 這個節目到底誰代賽 我們也就不講了 婚禮歌手我跟家長 我們私底下都是好朋友 一起工作幾十年 那可愛的對話 其實大家不要放到內心世界 陳前叫正嘛 我們因為是同台 所以要互相叫罵一下 這樣感覺會比較好看 憲哥借此特別陳前先前提到 婚禮歌手的潮汐事件 不過卻還是忍不住提了 LULU的潮汐事 我們請那個雙面人講一下話 不是啦 不是這樣講啦 等一下 應該是說要恭喜LULU 新聞那麼大 這一次雙面入圍啦 雙面入圍 他有入圍兩個啦 雙料不是雙面人 雙料 只要我雙面人太過分了 怎麼樣我都是八面人 我們是八面玲瓏 既然客人有要求 那你就唱那首傷心酒店啦 好不好 來 唱一下 對 我不要 我要忍住 沒有啊 因為憲哥常說這個 綜藝節目就很像擂台嘛 你來我往 但有時候會誤傷別人 那這個時候我也不在那個擂台上 阿伯誤傷了 他就沒 對 因為他根本也不認識那個泰拳美女嘛 對 他在講一講 他何必一個蘿蔔一個坑 你總不能因為 LULU的腳像蘿蔔 你硬是把他擺到那個坑嘛 對啊 所以根本 根本LULU不認識他 對啊 怎麼會講你雙面人 我們這個相處了八年 我都沒發覺 那天發出那個聲明之後 阿伯姐有傳訊息給我 但是傳給經紀人 因為我們沒有那個聯絡方式 然後也很謝謝他 他太客氣了 我有聯絡上這個同學 然後但是因為他 因為他本來之前也是我的粉絲 他有add過我的 即時動態什麼的 所以他也覺得不知道 後面會造成這麼大的風波 所以他有跟我說對不起 然後我也覺得就是沒事了 對 大家就是 就到此為止吧 大家都為造成LULU的困擾感到 抱歉 LULU也希望事件可以 九次落幕 完成了終結採訪報導 關注你了 關注你了